滨州政府向中央政府申请4000万令吉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计划拨款 滨州首长曹官有透露中央已经初步批准700万令吉的拨款 不过曹官有表示4000万令吉只是一个估算数额 州政府可能不需要耗费这么多的拨款进行疫苗接种计划 曹官有今天出席滨州智能停车系统升级推荐以后向媒体透露 由于滨城还有很多活跃病例 因此州政府会透过公司伙伴关系计划和私人界紧密合作 为经济前线人员接种 不过这还要视乎疫苗运送到我国的时间表以及疫苗的数量 因此预计最快也要两个月后才能开始为经济前线人员接种 在这项计划下作为高风险红区的工业区 雇员需要为员工注册 州政府会派医护人员直接到工厂为员工接种